瘦身美容的争议 除了健康跟相关法律的问题之外 广告内容本身也引起相当大的批评 瘦身美容广告诉求的对象是谁 它被批评的部分又是什么呢 请收看今天的节目内容 这是一个社会上的现实的存在 这么多人去救 他们花这么多的广告 事实上它应该是属于 必须要去曝光的一个问题 我做过蛮多的广告 我觉得广告必须是真正实际的 对视广告本身是一个 比较既有争议性的一个审查工作 因为它里面有 它带有商业利益 第二个它有公共利益的冲突 那么我们又加上 必须保护原著作人的一个创意 所以在这三个之间找到平空点 这三个之间找到平空点 那事实上就是说美容设计最早刚开始的时候 是从他们有一个广告叫什么 做个让男人无法一手掌握的女人 那个开始而让所有的美容设计 慢慢慢慢被大家注意到 然后他们是因为像这样的人 他就整个业绩起来的时候 他就吃到天头 瘦身业者的广告竞争 从1994年开始白热化 在去年广告杂志 跟今年红幕公司的统计资料中 瘦身美容公司的广告量 都是广告商品排行榜上的第一位二名 整个美容广告投资额 一年达到17亿元以上 我觉得广告量他们太大了 大到一千的话 一千不合乎常理了 没有人这样投资 就是说我们比如一千亿来讲 他花三亿 有七亿 他还包括他里头每月的那种皮肥开销 那请问他真的有利润在哪里呢 利润在哪 利润自然是靠市场跟客户回收 广告肩负的就是吸引新客户上门 带进业务的重责大任 透过各式各样的需求广告 希望能吸引消费者的注意 其实一开始来讲的话 今天这个市场会比较困难 所以相对需要用这些年薪 来告知消费者有这么专业的公司 你说成功与与否 这个我想见仁见智 因为广告放出去之后 什么人都可以看 只要家里有电视的人都可以看 因为每一个人看广告的一个角度都不一样 正因为广告的无远国界 在消费大众的心中显然造成了意象 广告做得很好 吸引我 有点棒 我想针对一般女性来讲 应该是蛮吸引的 哇 哇 那一家哦 那个广告哦 我打的真的了 那个小孩子了 三四岁了 三四岁的小朋友 就跟他妈妈讲 你就是没有到哪里去 所以 所以你的身材才这个样子 小朋友都会跟妈妈这样讲 广告的结果的确炒热了市场 却也带来了批评 所以他们媒体没有创意 最早没有创意 他们只想说用量来压他 一直比量 你来夹我 我就反夹你 我上一档 你上我上两档 我觉得他美容瘦身的每一个屏幕 几乎都是污染 对广告来讲都是一个污染 广告要大 要请超级的摩托 我认为没有必要 我认为是你应该怎么样 像我刚刚提到的 把设备补充一下 人员训练一下 这样你才能稳稳地抓住 我们这些老伙伴 广告最大的批评 牵涉他本身被认为 应对社会负担的责任 其中最先被点名批评的 就是这些广告内容中 强调的美丽身材的观念 对女性身体的不公平看法 所以说你广告你本身 会对这个所谓国民的一种观念 或者什么习性 会做一些的改变 尤其他用的是大量的广告 他是大量 所以在你生活中 任何每个角落 你绝对是跑不了他的那种广告 那么轰炸 所以慢慢慢慢大家就会变得好像是 讲来一天有点像洗脑一样 就认为说美就是应该怎么样 最近有一次广告 讲得很清楚 就是以前的减肥广告 要讲究的是什么 是公斤 对 那我们现在讲究的是公分 那表示说 我们现在的这种控制 是更精确的 是一种 经由科学的计算的 这种控制 对自己更大的焦虑 就是 女性被放弃在一个更精确的 这种仪器的这种掌控底下 然后她们对自己的要求 会更 会更严苛 然后 会更没有人心一点 因为即使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即使是某一些 她们其实已经非常的苗条的女性 她们还是会很焦虑 教育正是许多学者 对这类广告 对女性消费者影响的指控 信心留意这些广告 会发现 其实广告的真正诉求 是女性消费者的心理动机 自信快乐等女性形象充斥着这些广告 这些心理诉求 却是模糊真实问题的手法 我觉得 我们的广告来讲 基本上都是真正 就是说 唤醒女性 自主意识 然后对自己本身充满自信心 她这点面说 揭示了女性的形象 一种很开放的很独立的很自主的 自在的女性的形象 师父的运动努力了很多年 希望创造出来的形象 可是这样的一个能量 却被使用到瘦身事业上面去 我们虽然女人的独立自主 是一个改造社会的力量 可是这个独立自主 现在在瘦身美容事业的广告里面 是被用来商品促销的 我觉得女老板都是女强人 女强人啊 那看要怎么样去定义咯 我认为女老板 真的漂亮温和 而且对我们说是 不要和内战 我觉得虽然女人 比例上来讲 基本上自主性的 然后有自己的思想的 有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的做法的 而且能够自己自给自主的 有这个 怎么讲 自力更增的能力的女人 越来越多了 也就是我们女人 这样子 你看我腰身 想要两号耶 现在女人啊 要财貌双全 我常常觉得说财貌双全是一个优势的人 她们能够做的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声称 如果你要一个就是说 财也不怎么样 貌也不怎么样的女人 然后要她去达到一个财貌双全的一个目标的话呢 基本上她是一种双重负担 就是她必须要非常的辛苦 去达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最近的几支美容受众的广告 还有一个 我觉得是更令人不寒而栗的一种观点 就是她们不仅要求你身材上面的贱美 另外她们还提出了更多 或者说她们再次又强化了更多 可能早就已经存在的那些那些概念 就是你要当好妈妈 你不仅要就是作为一个母亲 或者做一个女性 你不仅要扮演好好妈妈这样的角色 你还必须要注重自己的身材 注重自己的容貌 就是说就是说看到这些广告 其实会让我很很惊讶 然后也很难过 那很惊讶的是说就像你刚刚说的 就是说她们很快的去吸引了很多 我们说社会边缘族群 也就是说来我这边媒体说声的 并不一定只是所谓的上班族 有钱的女人 爱美的女人 其实所有的女人 都是她的潜在顾客 那我觉得说很难过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常常说 就是说社会问题的一个个人化 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看不到 这是一个社会最对面的问题 只会去责对个人 你为什么家里头顾不好 你为什么不能带去妈妈 而且我们这边更可怕是看到 不仅看到社会问题的个人化 而且看到一个个人 个人问题的一个瘦身化 也就是说当有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困惑之后 其实呢你只要什么 你只要瘦身以后呢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变成 媒体瘦身变成一种 所谓的万灵感 那这个其实可以呼应到我前面讲的 就是说其实这些东西背后 可能是直接诉求到一个就是说 目前女性一个所谓的求变的一个心态 就是说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所转变 那如果说这个媒体瘦身 带来了这种变的可能 而实际上在那整个过程中间 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转变了什么的话 那我觉得那个挫折可能是最可怕的 学者认为意识形态上的误导 也是一种广告不实 广告本身的功用很可能就是来包装 他根本不要在乎说 到底实际是怎么样 他也不需要去了解 他只要觉得说 为什么要把这个企业形象 包装得很好很美 能够吸引人 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说 就是说我们在接收广告的一个过程中间 如果我们只有广告作为唯一资讯的话 那是很危险的 就好像我说 就是说这些消费者控诉的一些声音 为什么在媒体上面出不来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也就是说在这个资本体系里头 只要你有钱 其实你可以去封锁很多消息的 那我觉得说这对消费者来说很不公平 这怎么来说 我们对这种广告的批评是 其实广告当然它必须在扮演的一种 它一方面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 一方面它又强化了某一种社会的价值观念 这种文化上面的这种工具性的包裹 它必须要为它的这种做 它这种角色来负责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一类的广告也很不错 因为它带有一种原罪 因为它的这个广告主 它的广告上面本身就 就已经带有很大的这种值得去批评的这种概念在 对于广告以及这个行业本身 是不是本来就是值得争议 同样身为女性运动者的何春瑞教授 却有不同的看法 我也不觉得社生美容事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大恶 我倒觉得如果真的要谈大恶 社生美容事业对女人的残害 不如婚纱礼服事业对女人的残害 婚纱礼服事业对我们台湾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卖礼品就是一天大晚讲的什么 伊萨贝尔文结婚吧 撰戒的广告 房衣的广告 婚纱的广告 洗饼的广告 如一不再交代女人说你只有一条路 就是找了一个好男人嫁 但我倒觉得说社生美容至少还告诉我们说 女人可以自信 可以独立 可以性感 可以魅力 我对于事业 对于广告 你比较不适应大的关注 我比较关注的是说 为什么女人会在看到了这一型的事业 反正一类型的广告以后 会有这么样长大的欲望 要去参加这样的事业 花大钱 甚至花大钱没有功效 她也不在乎 我比较关切的是 妇女心中的那股欲望 广告社交女人心中的什么意外呢 女性对自己的身材要求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就在明日的节目中继续讨论 我大概就体会这个 屁股可能很可爱嘛 你看那下半身很浪 可爱啊 因为 有时候屁股圆圆的 也是可爱 我们用可爱的美的角度去看她 理论上 在医学上 是 是 胡亚白心菜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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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哦 我们看每一个人的脸型 是不是一样 我年轻的时候像我爸爸 现在越来越 像我妈妈 越来越圆的脸 我觉得最重要在于自己 我觉得其实啊 胖瘦 别人都觉得我瘦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 有的时候还觉得我 多一公斤我就嫌胖 的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